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深 桂阳游六爽 宜人气候 爽深 洋民文化 爽心 秀美山川 爽眼 酸辣美食 爽口 特色风物 爽够 宝藏玩法 爽游 我生长的地方 桂阳真的是一个宝藏城市 希望屏幕面前的你 有机会也一定要来 爽爽的桂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 最新一期的奔跑吧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 大家也是来到了贵州 能够感觉到 节目组希望嘉宾们 在贵州领略到 更多的风土人形 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贵州 周深诚意满满的 邀请跑男节目组 来到贵州拍摄 节目组诚意满满的策划了 以贵阳和周深为主题的游戏 嘉宾们诚意满满的 帮助周深一起宣传贵阳 当地群众们 诚意满满的参与其中 大声呼喊 真诚的节目 往往能够收获 最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套路深深吧 一团中最好骗的人是谁 来 试试 大家今天的目标 就是让周深 一次推荐官都当不上 只有你 我跟他人忽悠 忽悠他 让他自己选到那个 配的那个位置 才是 对 这活儿只有你最细致的 我也不细致 这些贴藏 在每个体制下的 炸弹 炸弹 干筝 啊 是 看一下第一把 痛吗 定了 不痛 不痛 可以 又是你啊 这是故意的吗 好 這麼進來 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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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山中 加油 山中 山中 周深為了宣傳自己的家鄉 真的又在實實在在地努力 他不愧是貴州的百靈鳥 貴洋人的驕傲 快快快 哎呦 天哪 大家 三年沒見面的 對呀 好多年 嗯 你以前是一個調皮的學生嗎 不調皮 我不調皮 我可乖了 安靜 安靜 學校裡面的所有的歌唱比賽 他都拿冠軍 你要呀 我跟妳講嘛 就是高一的 我其實還蠻想來看老師的 但是我就會一直有一個很學生的心態 所以 謝謝 謝謝可以再講了 但是妳每次到節日妳就給我發信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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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電視界來貴洋玩好不好 好 我們一起說歡迎大家來貴洋 3 2 1 歡迎大家貴洋 歡迎大家來貴洋 謝謝 謝謝 拿交代嗎 你看我眼前 那就是 我沒認識 好久不見 還好嗎兩位 你哥呢 我們在展規羅拉 你叫做什麼 我們兩個叫兩個誰 我們兩個本來非常受死的 你哥 你經理你的不難 每天一整天 真真一次推薦官都沒有當初 然後還辛苦的插了一個班 不辛苦 謝謝 今天在我們所有的任務當中 你們三對一次都沒有抽到 你們自己對我的抽 其他的成員都有在對著妳 對妳進行一系列的迷你任務 他們每完成一次迷你任務 那麼妳這一番 你說吧 妳什麼意思 沒有沒有 奔跑吧這檔節目有著很高的話題度 周深從小是在貴洋長大 在帶著兄弟團錄節目的時候 周深內心的感情還是比較複雜的 周深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開心 她很享受與兄弟團遊覽美食品嘗美食的這個過程 當然周深也有些緊張 她擔心自己照顧不好大家 周深說自己覺得整個團隊特別的溫暖 其他的成員一直在幫忙介紹貴洋 因為兄弟團的存在 周深焦慮的情緒得到了緩解 周深的優點是智商很高 她很擅長盤邏輯 遇到很多突發情況的時候 她都能準確分析出當前的局勢狀況 周深的缺點是她特別容易相信別人 雖然周深已經提高了警惕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出現防不勝防的情況 在錄製節目的時候 周深最大的感受就是疲憊 周深說她在運動完之後 必須要進行拉伸 要不然後續身體可能會很難受 在《奔跑吧》這檔節目中 嘉賓的運動量確實很大 因為要把控節目的時長 所以那些奔跑和追逐的畫面 不會全部放出來 還記得有一次 周深在節目錄製之後 在車上直接睡著了 從這個小的細節就能看出 《奔跑吧》這檔節目的強度 到底有多大 周深在采訪的時候強調了一件事兒 那就是自己的勝負欲 並不是特別強 周深是一個信念感特別強的人 他說《奔跑吧》 設置很多的遊戲 自己並不是特別擅長 他不知道如何取勝 但是他一定會堅持到底 周深之所以有這樣的信念 是因為他覺得 只有這樣做 才能夠對得起現場的工作人員 才能夠對得起一直支持他的觀眾 周深說 他在玩遊戲的時候 習慣堅持到底 其實他在做音樂的時候 也會秉持著這樣的態度 周深的作品 之所以能夠打動無數人 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他會基於觀眾的喜好 以及自己對於音樂的理解 反覆打磨作品 我只想說一句 那就是這樣的人 就應該成功 回到貴窑 對我來說就是覺得很 多心的一個區域 因為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機會成為一個歌手 也沒有想過 很幸運可以跟我們 一起來到貴窑 但是我覺得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不要懷疑 開始出發的時候 我就出發 每個地方都已經是我的企業 我們又可以再一次去 介紹自己的家鄉 可以讓人家知道貴窑是個很美的一個地方 是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 就是腿要肺了 你呢 是 哇塞 哇塞 真的是我們每一次錄完 就是一些運動之後 我都開始注意到 我要拉伸 要不然後面會非常非常的酸 第二天 你會受不了哦 不要問我怎麼知道的 是哪位成員告訴你的 哪一個 所以拉伸確實有好處 是吧 對我們心裡都在說 哇連我們的小獵豹 腿都酸了 那我們的腿的酸 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很值得原諒的一個事情 因為 誠哥凱哥 包括誠誠 他們都是經常會 應該是幾乎每天都會在健身房裡面 他們只要路奔跑吧 他們可以省去這個環節 不不還是會有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很厲害 對超厲害 你回去需要泡腳嗎 回家我我比較喜歡淋浴耶 我我不是一個很喜歡 泡泡澡或怎麼之類的 對我覺得淋浴更舒服 你試試泡腳 其實也是一個緩解的方式 因為我以前泡腳的時候就是 我媽他們就經常會就是覺得 因為泡腳都覺得水越熱越好 我媽就會倒人 災燙的水 然後她就說你去試一下 然後她就說你看吃一下 不燙哦 然後就把我的腳抓緊 放進去 哈哈哈哈 看從此之後就不是很喜歡泡腳 這個原因 好燙 真的很燙 哈哈哈 現在實現泡腳水溫自由了 可以自己控制 所以我選擇淋浴 哈哈哈 我不僅可以選擇水溫自由 我可以選擇方式自由 好燙 好燙 我好燙 好燙 好燙